清北市新庄分局有一名侦查队长 昨天中午休假的时候到朋友家聚餐 酒后回分局休息 到了晚间是店多 他以为酒退了就开车外出 结果在台北市就碰上宝大远景蓝茶 而且酒测值0.6超标 被移送低检署 信号是日令3万元交保 清北市长侯友宜就表示要从严处理 清北市警局就把这一名队长 既大过 撤职 而年度考基也列为平等 查七到五名散布假讯息的犯罪嫌疑人 整办案情不遗余力 新北市新庄分局这名股姓侦查队长 多次在镜头前说明破案过程 如今却因为酒后上路 遭到自家远景蓝茶 酒精浓度高达0.6毫克 对他自己认为他有自信的 认为说酒精那个代谢已经完毕了 他非常懊恼 对这样影响到我们整体的警察 那个形象 他非常的后悔 警察酒驾发生在三号 股姓侦查队长趁着休假中午到朋友家聚餐 几杯黄汤下肚回到警局休息 当天晚上十点以为酒退自行开车外出 结果在台北市大同区被保大远景蓝茶 警方闻到车内满满酒位 失失酒测结果超标 因此以涉犯公共危险罪前移送地检署 后余令三万元交报 顾内远景酒后上路新北市长侯友宜欲气沉重 一连说两次要从严处理 而新北市警局也大动作陈处 故姓侦查队长气大过撤职 但酒驾真的危险 率率酿成严重死伤 警察身为执法人员 却心存侥幸 执法犯法 向社会做了最坏示范 记者川区陈立峰 新北报道